你是谁 怎么来的 什么时候来的 来干什么 我说就在隔壁了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来的 什么时候来的 更不知道来干什么 但是我知道 我昨天晚上 睡过这个沙发 然后我就爬起来 直接走了 你最好能说清楚 要不然 我只能报警 别啊 别报警啊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我我也不知道 怎么睡在你家的 对了 我是下楼喝水 才睡到的这个沙发 昨天应该是 睡在楼上的卧室里 床还挺舒服的 应该是 这里 这是哪儿啊 这是我卧室 昨天晚上 我就睡在这张床上 你怎么可能 肯定搞错了 我昨晚睡觉的时候 身边没人 起床的时候身边也没人 你说你这么大一个人 怎么可能藏得住呢 再说了 你不是也没看见我吗 那就说明 咱俩昨天 根本就没睡在一起 肯定搞错了 想起来了 是吗 咱俩昨天晚上睡呢 那应该也没发生什么事 要是有发生什么事的话 我就杀了你 拜托你搞清楚 这里是我家 是你爬上我的床 那你可以把我叫起 或者把我赶走啊 我要知道床上躺个人 我能让他一觉睡到自然醒 啊 我想起来了 我昨晚准备睡觉的时候 听到一阵钢琴声 一手接手 弹得没完没了 然后我就跑到阳台上 大喊别吵了 结果一点用都没有 然后我就 我就 然后我就 然后那天 然后你就爬过来了 睡在我的床上 第二天一觉醒来 就断片了 还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 对吗 对了 好像是这样 这一次我可以不追究 但下不为例 虽然你看上去像微成年 但是基本法律 相信你还是懂的 私闯民宅 可是犯法的 那扰民也是犯法的 希望你以后可以像个正常一样 白天好好弹琴 晚上好好睡觉 赶紧走 怎么来了怎么回去 别忘了你交通工具 好 好